講完了螺線管 這個方向怎麼比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題目 他說這個圖會怎樣 這個圖會怎麼樣 第一個 右圖裡面指北針的會指到哪一方 這有東西南北幫你標好了 你看得出來怎麼繞的嗎 那個線會凸起來 然後放在下面 所以你是個螺線管的一半 所以你就照那樣子比就對了 電流呢 從南流到北邊 然後中間凸起來繞一圈 所以這樣比 凸起來繞一圈 手指的是裡面 裡面哪一邊?西邊 座位幫你標好的是西邊 然後呢 N級就是入紫面 就是西邊 所以N級要指向西 所以呢 答案是西方 所以答案就向西 就是入紫面 入紫面 看得出來嗎? OK嗎? 下一個 請問你什麼磁性 看到它怎麼繞的 它的電流從正流到負 所以在B的上面 從上面流到下面 從外面流到裡面 在底下呢 就是反過來 不是反過來 就是外面是 對 這樣繞過來 你可以去比A這一端 也可以比B這一端 反正一個N一個S啦 比兩端都可以 就找個地方比就好了 找一個你喜歡比的地方去比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們就選擇A或B 那我現在選擇B 我要看B 從上面流下來 從外面流進去 所以就比這樣 比這樣 上面流下來 從外面流進去 這樣比 所以呢 大拇指在右邊 大拇指是什麼? N級 我的另外一邊在左邊 就是B這一段 左邊 它是S級 所以B就是S級 那B在S 那A就是誰啊? A就是N A就是N 所以我們就知道 一個是N級一個是S級 就會了 可以嗎? 可以 嗯啊 請問你這樣通電呢? 這個要注意一下 A是放在線圈裡面 B是放在線圈外面 如果你能夠知道哪一邊跟哪一邊S的話 那你就應該要曉得 我磁力線在外面是N到S 裡面是S到N 然後你就會知道它該指向哪一方 OK 所以請問你 A是哪一級? B是哪一級? 平車戰界問 A哪一級? B哪一級? 兩個都告訴我好了 2號 2號 A哪一級? A哪一級? B哪一級? 不會 不會喔? 你給我站起來說不會喔? 這樣會不會害我傷心了? 請坐 A哪一級? 包排 來照比 看折怎麼比 安培右手定折 左邊是正極 流過來從前面繞到後面 從前面繞到後面 所以手這樣子比 你看得出來嗎 電流 電流由前面繞到後面 電流從前面 它電流從正極流出來 所以流過來 然後這樣子要這樣子流 所以大拇指要這樣比 手要這樣比 然後呢 左邊就是N 右邊就是什麼 S 左邊這裡是N 右邊是這裡S 此立線呢 外面從N到S 裡面從S到N S到N 所以 磁力線的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就是N級受力方向 所以呢 這邊N、S 比完 然後比一下 所以A就是N級 B就是S級 B就是S級 你看那個磁力線就知道了 這個磁力線是這樣子啊 所以這裡是N啊 所以這裡是N啊 這個是這樣子啊 所以這裡是N啊 所以這邊是S啊 看實力線就知道了 OK 好,下一題 就是很普通的很容易問的問題 湘西還是相似 就是因為你曉得 他是N級還是S級 你就知道他應該湘西還是應該會相似嘛 就比完就會曉得了嘛 帥哥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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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哥叫23 23號 23號 你講什麼 湘西 湘西 你沒有告訴我答案要選幾啊 就把它比一比就知道了嘛 這個電流是從 從右邊流出去 在你看到的是從前面流到後面 所以呢 就這樣子比啊 看得出來是這樣子比嗎 看得出來是這樣子比嗎 看得出來這樣比嗎 電流要這樣子流啊 這樣子流啊 OK 然後就是大拇指就是N啊 另外的就是S啊 所以呢 就比出來啊 NS啊 那 一名幾要湘西啊 所以答案就湘西啊 所以答案就選B啊 最後一題 這兩個會怎樣 那你就感覺 這兩個圈圈 你看上面的圈圈在下面是哪一集 在下面的圈圈上面是哪一集 然後如果是一名幾就會湘西 同名幾就會 湘西 所以就看看 上面的這個圈在底下 接觸的地方是哪一集 下面的圈在上面 有接觸的地方是哪一集 那你就知道湘西還是湘西 湘西還是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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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會先湘西再湘西 或先湘西在湘西啊 可愛小女生 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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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則下方要這樣子繞 你看到的是順時鐘繞 大拇指在裡面 外面是S級 上面的是這樣繞 你看到的是逆時鐘 所以你出紙面的是N級 底下的是S級 所以它兩個是S級相對 S級相對 所以它應該是排斥 所以答案就選B 這就是方法 都是用我們的安培右手定則 只是從原來的長指導線 改成螺線管而已 但是呢 做法就是彎七的四指 是電流方向 伸直的大拇指是磁場方向 大拇指所在的位置 就是N級所在的位置 OK 請問 有問題了嗎 沒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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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